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渔 那么欢迎来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玩这个Ultimate Epic Battle Simulator 史诗战争模拟戏 那么这款游戏呢它更新了版本 现在呢目前来说是1.0的版本 它更新了很多东西 更新了新的兵种 更新了新的英雄 更新了新的地图 它多出了三个地图 一个是这个地图 还有一个是火山岩浆 这么一个非常感觉史诗级的一个地图 然后还有一个是现代版的这个城市的 这么一个地图 我今天这期视频呢 不一定能把所有东西玩完 所以说我们先来看这个Modern City 这个地图 它多出的这个士兵呢 有一个是Render Zombie 还有一个是骷髅兵 骷髅士兵和这个奔跑的丧尸 不是僵尸 是丧尸 一个现代的丧尸 然后这次我准备怎么样呢 就是模拟一个这个城市爆发丧尸 爆发僵尸的这么一个剧情 我们设置一万个这种现代丧尸 然后再设置一万个这个骷髅士兵 我觉得呢 应该再设置一个普通的僵尸 然后也是一万 也就是三万个僵尸军团吧 应该是 它最新出的一个角色 还有一个是这个 German Soldier 应该是德国士兵 德国士兵呢 我们就派出这个 两千个反僵尸特勤部队 哎怎么样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哪个是城市的入口啊 就这么放着吧 OK 现在start battle 我不知道我的电脑会不会卡 哇 现在这个地图感觉卡的并不是太明显 这个就是新出的这个 Renor Zombie 奔跑的丧尸 现在丧尸 哎 然后我想看一下 这一万个军队到底都在哪 哇塞 这个城市的这个地图 原本就是遭到破坏的 更有这个气氛 知道吗 哇 这个是我们的骷髅兵 看到没有 骷髅兵 就感觉就像古代时期的一些 中世纪复活了一样的感觉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普通僵尸队 哇塞 这么多东西 Action 哇 哇 我这个游戏完全卡了 哎呦 哇 哇 哇 哦 他们是互相打的 我忘记他们是互相打的 哎呦 僵尸之间的战争 各种品种的僵尸在这里互斗 哎 德国军队在哪呢 哇塞 成片的这个僵尸在这里撕咬 你们是同类啊 不要这个样子好吗 我们的目标是感染全人类 哇 德国士兵在那边看到没有 他们的火力特别强看到没有 哇塞 站在这么远的地方 就进行射击 哇塞 远程的我觉得应该很快会消灭掉这些丧尸吧 看这边发生什么 哦 这边不是丧尸 这边是士兵 这些士兵好像都在慢慢前进 哇 我这个游戏已经卡的不行了 哇塞 已经不行了 要不要我们清个图吧 来按一下 N 不 消失了一部分丧尸 这个地图现在流畅起来了 哎 全没了 哦 这边还有 但只剩下士兵了呀 我的僵尸都被我那一炮轰没了吗 这威力也太大了吧 这样我把人数呢 稍稍都调少了一点 然后呢 哎 还是比较流畅的 这个样子能看的 刚才真的卡成狗了 我真的是阻死啊 放那么多的这个NPC 现在开始战斗 我现在设置呢 把这个士兵 哎 放在中央 然后呢 四面有这个僵尸大军来围攻他们 哎 这边也有僵尸来围攻他们 这个丧尸 已经进入了士兵 在这个军队里面 好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骷髅兵 也要跟他们觉得 但是好像 这个德国军队的枪 有点太猛了 但是奔跑的僵尸 他跑的比较快 所以说 拿他没辙 我们来操纵一个奔跑的僵尸 哇塞 按shift的就是奔跑 哇 来 我们再变成这个 骷髅兵 哎 被卡在这了 按左键是攻击是吧 来 能不能脱脱的干死一个士兵 哇 哇 两刀一个的感觉 一刀一个 难道是残血吗 但我也很脆 我一下就死了 哇 哎 普通僵尸队呢 哇 普通僵尸队 这边也跟这个 德国军队干上了 在他们的速度 异常缓慢 看到没有 他们的速度极其的慢 像乌龟一样 跟那个奔跑的僵尸 比简直弱爆了 然后血量的话 感觉也没有那个奔跑的僵尸多吧 看一下 哇 这奔跑的僵尸 250点血呢 那个普通的僵尸才 150点血 哇 跑来跑去 我试这个攻击力怎么样 哇 哇 哇塞 感觉也是 两爪子一个 如果说这个游戏呢 能出一个僵尸 能把人类感染的功能 我觉得 就更不错了 你想想啊 对吧 这么多僵尸 把这些士兵 这些穷途末路的士兵 围剿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变成丧尸 哎 那种感觉 真的是 太棒了 哇 我觉得这次僵尸真的是要战上 因为 我士兵才设置2000呢 然后就被你们围在一起了 这些德国士兵 现在很危险呢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哇 要不要这个样子 哇塞 他们被困在了这个 两栋楼之间 他们现在需要一些军队来支援 这些僵尸已经把他们包围住了 他们成为僵尸中的盘中餐了 哇 哎 真的很有气氛的 他这个建筑是被破坏的 上面楼还在烧 然后你再看这些僵尸大队 哇 简直像大片即使感一样 有没有 然后之后我们再模拟一个剧情啊 就是说 这个支援 是来不及给你们支援了 我们呢 将发射这个核武器 来移平这个城市 让僵尸病毒呢 或者是僵尸的这些来源 完完全全的消灭 哇塞 他们疯掉了 互将在咬 看到没有 西满的这个奔跑僵尸 他们穿的衣服有不一样的 哎呦穿这个棕色衣服的 还有穿格阵衫的 哎不会吧 普通的僵尸把这些 西满僵尸给围小了 西满僵尸 我设置的应该 也挺多的呀 哎 这边有着落单的僵尸 哇 他上去跟一群 一群一类群 并没有什么卵用 直接就跪掉了 哇 你们现在看看这个场面 哇 像拍电影一样 真的 我感觉我就是在拍电影 你知道吗 把这个 这个显示关掉 哎 现在就是电影 丧尸 没路 哇 我们呢 要发射一枚核弹 来移屏这个城市 三 二 一 FIRE 哇 直接就一平了 看到没有 全是尸体 哇 都消失了 然后这个政府 还怕这个僵尸消灭的不完全 继续的放核弹 哇 为什么这个楼一点事情都没有呢 他新出了两个英雄 一个是 这个精灵 精灵女王 他会射箭 还有一个是灵魂暴君 我给他起的名字 就是拿着一把剑 那个剑上有那个魂魄 所以说我想试试 这两个英雄 跟这些僵尸进行PK 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是我们另一个新的英雄 是一个女性 看起来是女性嘛 因为这个地方 我就不多说了 他感觉就是弓箭手 我不知道他多么屌 因为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攻击方式 左右两边各一万僵尸 然后左右两边呢 也各一个英雄 开战 OK 哇 这个英雄正卖着这个小方部 前去这个战场 一看呢 就是厉害的角色 走路非常的慢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些 哇塞 丧尸 这些奔跑的很带感 你知道吗 有这种 大偏歧视感 然后他们开干了 开干了 哇哦 然后弓箭手呢 我现在比较在意这个弓箭手 我 what 死了吗 这个游戏更新之后 BGM都变得一场的牛逼 这是我们的暴君 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单巧这些僵尸 看起来他游刃有余的感觉 哇塞 这怎么一大片都消失了呢 是Bug干什么 我找到我的弓箭手的尸体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跪掉了呢 还摆出这么一个诱惑的姿势 你这个地方怎么是突起的 我的天哪 你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你们在排队打架吗 慢慢来啊 不是 一转眼的功夫 这英雄就死了 不是 你看起来超屌啊 你怎么能一下就跪掉了呢 好垃圾啊 但是攻击方式挺炫酷的 然后 肯定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但是他们都敌不过 敌军的数量太多了 你知道吗 哇 这僵尸还在互相的撕咬 哇 我看见这个局面 哇塞 我怎么感觉还是普通僵尸要赢啊 我已经 我已经把这个游戏调成二倍速了 你知道吗 来我们绕路 我们绕路 我们现在是一个有思维的丧尸 我们跑到敌方的后骨 去偷袭人家 不就可以了吗 兄弟们干啥呢 都讨工资呢 等我回来 等着我胜利的消息 真的有人朝我这边走了 他们怎么变形了 我记得你们不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呀 他们为什么有的人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为什么 是暴君的那个能力吗 把这些僵尸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 你们现在长得像痴呆 还是说 还是说你们变异了 哇 这些僵尸怎么有的奇形怪状呢 不是普通僵尸啊 哇 他们脑袋是尖的 有的 有的是光头 有的是尖脑袋 哇塞 是不是受伤的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哇塞 你这个游戏还更新了这个功能 我忍受不了你们 来吧 让我终结你们吧 突然间觉得好爽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玩到这里啊 那他还有一些新的角色 还有两张地图 我们没有玩 那么在下期的这个时事战争魔女期里呢 我会给大家去呈现一下 好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不妨在视频下方点赞 并且呢 免费订阅一下你频道 订阅的好处呢 就是 呃 你订阅之后 我更新视频就会及时有提醒 记住保持微笑 tomereversing 我会被换 其他的可以 把他主教 哪个没玩过 先来这四个 这四个没玩过 ok actually 这个是 什么地方 就是内海 后面按钮干嘛 我按钮 你站在那个机器旁边